法院对给移住民劳动者的补偿金问题给予判决 2007年中,在Pohang的一个工厂中工作的一名缅甸出身的移住劳动者Timo 在工作中与一名韩国籍工友发声口角,后来发展为相互辱骂 在此事件发生后,厂主只把Timo一个人解雇 一起工作的六名缅甸工友对厂主提出抗议 结果均得到了解雇处理 因为厂主均不愿接受变换工作的人 并再加上对其未登陆移住劳动者的身份 虽然每月都会定期向松出公司交纳费用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 于是他们找到首尔 通过移住劳动者志愿团体向工厂方面寻回退休金和拖欠费用 同时,工厂的变动也将不再为理由 但是,缅甸移住民劳动者们的不法性的不当解雇 不能被再次的反复提出对不当解雇有关的损害补偿 一年以来的判决结果 五月仁川地方法院傅川支援判决 雇主因立即支付给移住劳动者们补偿金 韩国社会的法律中有很多针对移住民劳动者的条例 但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,韩国社会并没有完全遵守相关法律 通过社会进行丧诉 本次审理维护了移住民劳动者的基本权利